Hello 新一集交涉現場跟大家見面 大家見到隔壁這位很久沒有跟大家見面的Alan 終於都白亡之中 終於都可以讓我很辛苦地扯他回來跟大家做一集 別這麼說 其實都很想做 因為有時都說 上班的時候 你是不是做過交涉現場 我知道有些比較早期的觀眾都很想念你 所以無論如何都會祝你回來 這次有個題目很適合你說 無論如何都會找你說 其他拍檔有他就不會說 所以無論如何都會找Alan回來說 主要就是剛剛CP-Plus過了 想Alan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未來這一年 2018或者2019年初 有些新的鏡頭 即是推出新鏡頭的走勢分析一下 Alan為今次CP-Plus出很多副廠鏡都是E-mount的 最有趣的是TOKINA去年公佈 今年才出第一支AF 至少見到 如果沒有記錯 20mm去年那支 口碑都不錯 我們去年試過 我和你做節目都試過 那支很棒 我很喜歡 不過等到他成年 因為他本身的鏡頭 應該在去年會有兩支AF 誰知道去年就沒有了聲器 但一公佈就見街了 多過一件好事 至少見到實物 雖然都是一個照鏡頭的光項 即是搞了成年只是搞了AF 但我想對於很多已經轉了用傳片服務的朋友 或者深大深小不知道轉不轉E-mount好 今年應該都是一個好時間 即是幾間副廠都有出 昨年福倫達其實都有幾支E-mount出 即是說其實都說 其實現在是否應該都夠了 我覺得是選擇上應該都去到一個足夠的點 出了就是 當然如果你說有多些副廠的Zoom鏡 會更加正 因為有很多朋友都習慣用Zoom鏡 其實老實說 都可能是剛才你所說的 Sony的天下 即是你會看到Sony那邊 因為那間發展比較新些 那些機器也會一直來 你看到很多公司都會把那些資源 例如騰龍、Sigma 比較大些的副廠品牌 以至套牽拿 都放在E-mount 而且大家會看到 其實有一個趨勢 開始自動化了 即是有一些真是為E-mount而設計的製成品 例如騰龍2875 它真是完全一支純原分的E-mount設計 如果不算之前 連Sony也有支一模一樣 18、200之外 應該是第一支Zoom 即是副廠的 亦都是支援 即是全鏡的第一支 你見剛才說 TOKINDA那支 它手動 慢慢用了一年多的時間 變成自動 我都覺得是一個好的趨勢 要提一提大家 今年 除了CP Plus之外 有很多廠 會用九月Photokina 今年又是Photokina 在德國那邊 應該有一些 可能說不像年頭出的產品 年尾也多 所以今年對於鏡頭和機身來說 應該是很全面的時間 你說Photokina 有一個傳說說 Canon在年尾會有Full Frame Viewerless 那你收不收到任何封 其實封是沒有收到的 當然你說看Voomans的網站 已經畫了圖出來 那個Mount是怎樣 老實說 其實我是Canon 我都很難決定 當然也是不奇怪 但是以現在的M 即是我們從鏡頭設計的角度 EOSM的Mount 其實如果你說 將它設計做一個大小小的Sensor Full Frame 是可行的 是 因為它的Mount 好像跟E-Mount差不多 對 所以變成了 又Lever sayLever 可能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而且問題就是 現在E-Mount 例如EOSM的鏡頭 可能真的比較紅 或者賣的時間 它都是賣了兩年左右 那會不會它到時又要開一條EFM的Full Frame呢 那Line的設計是怎樣 那它有四條Line 對 會比較複雜一點 我個人猜就是 可能中下架的APS-C EOS的傳統單鏡機 應該是慢慢廂了 OK 即是你猜它都不會搞它的定級機 大家看《日經新聞》 其中日本公司有個指標 是在《日經新聞》刊出的動態報道 即是它說它今年的Focus 都會在無反那邊 其實雖不眾亦不願意 即是《日經》說的那些Source 都是挺準的 我亦都看到有個趨勢 就是今年的CP Plus 即Canon只是公佈了NM50 是的 那部影片真是比較奇怪 好像相對來說 當然它拍片的能力是好 但是真的 它很有限 很大的轉變 好像相對會欠奉 它這個擠牙膏廠 真的不是浪得虛名 它給你4K 但是限制很大 所以你問我個人意見 我覺得這部機 可能是中下架的機 希望擴張市場 但是未來會不會有一手 尤其是本身有些小的機身 即是開始慢慢添加 技術慢慢開始轉移 我估計應該年中 可能暑假那段時間 開始會有多些新的調查 OK 其實它也同時有幾部 有超便宜的版本 但我想那些未必在香港入 入都賣很少 那沒辦法 還有一個大家要留意 2020年東京奧運會 其實有一些旗艦機 應該是會更新一代 但在旗艦機推出之前 通常日本人 他們會很有趣 將旗艦機的技術 放在某些中架機上 可能鏡頭都是這樣的 可能在18年或19年 就慢慢推出 到了2020年奧運會 它一出的時候 就有一部驚世蟹族的機器 OK 大家看一些專利 網上都曾經流出過 無論是Sony 無論是Canon 都很多有機的sensor設計 也有些新的 可能是Sensor的 Lois的層級 比較好的機身 甚至是之前傳了很久的 Sensor是曲面設計的 可能是今年會有機會走出來的 這些產品 剛才CV Plus公佈的鏡頭,大部份都未見街 會否今年年尾,你覺得會否再有新鏡? 或與Mirrorless無關,CV Plus真是很少DSR鏡頭 會否年尾? 已經開始一半半,我估計DSR那邊都有,但應該開始出量 應該是將現行的焦距慢慢快調整,或者可能出一些解釋力更高 反而Mirrorless鏡頭,甚至會比DSR那邊更多 你見Nikon和Canon的走勢都可能會這樣 之前全Nikon都會出,但CV Plus完全沒有做過 是完全沒有,很恐怖 我估計它應該是炒炮到Futokina,之後一次過推出新的模型 又剩下一年,因為去年,講到Nikon,去年我看回 它真正正正出了三部機,所以其實有很多朋友 可能有部份朋友,覺得我們好像很少講Nikon的東西 認真說,是我們不想講,是真的好東西給我們講 是呀,我都想,講真,Nikon我以前都用過 雖然我現在都轉了無反,但我都蠻喜歡它某些功能 所以我都希望它生性 但其實在設計上,我嘗試猜它的WOMAP 其實出一部750的更新版 或者出一個D500的快些Buffer版本 有些輕微的Future,SiteTune 應該都吸引到一些人買的 如果再搭一部Mirrorless的新機 我估計它今年的路線是這樣 應該都會這樣走 但今年有世界盃,會不會有部Messi出來 其實可能內部正在試 你看到Sony在平昌東奧都試了一些400 2.8新鏡 其實Messi,我覺得應該都要Roll out出來 就算它今年不出的話,19年都要出 因為對日本人來說,2020年的東北京武運 是很誇張和很重要 亦都是每一間公司比賽的場合 所以我估計 Nikon和Canon可能會保守一些 等下半年推出Floquina那段時間 可能暑假之後 去推出今年的新產品 就是一個適合的時間 OK OK 剛剛講完推出的東西 我想講一些技術的東西 你知道Sigma 公佈了九支鏡 當初七支是舊鏡轉 加Mine 新的105和90就是新的 70 其他那些都是舊鏡 光學完全是一樣的 加長了一個孔 很多人都說 不如用Mc11 沒有那麼生氣 你又怎樣看這件事 還是會不會有其他技術上 有其他東西加入 我不如從技術的角度去講 其實你一見很多 親身在會場試過的朋友 Feedback說 好像還未很快 或不如像你所說 Cannon加Mc11 但我覺得如果在鏡頭設計 角度來講 其實這樣做是無可厚非的 也是一個很明顯 短時間出這麼多鏡的選擇 我自己一直都 可能如果有聽開我們交涉的朋友 都知道我和Colin 其實都不太推薦大家用這個轉接孔 盡量用原本就是那個Mc11的鏡頭 為什麼呢 就是很多技術 溝通上會出現很多問題 暫時這一刻都沒有一個完美的Mc11 可以將一些單板的鏡頭轉過去 是的 這些完全是因為它 根本上它控制摩打的方式是不同的 是的 我細心看過Sigma的訪問 和網上的資料 它都聲稱CAM19之新的鏡頭 為了E班而設 對焦的摩打和拿數據的方式 都是跟之前有少許不同的 都是有些改變的 當然它都承認 如你所說的 剛才那個設計 還是保持舊的版本 接下來它也會聲稱 為了縮短的尺寸和長度 都會有一些原生E班的設計 但是如果你說相對於 可能跟轉接環或者NT11去比 我覺得都是 如果你是未開始 你可能看了 往後兩三年 你都是用Sony E-mount的機 可能投資一支 現在E-mount版本的Sigma Art鏡 可能會比較好些 我自己覺得兼容性 和和機身溝通的效果 亦都會好些 還有外國的記者說 現場試了不太快 認真說 這份原廠的1.4光圈那些鏡頭 其實本身對焦都不快 其實無法做這麼大光圈 其實本來對焦會慢一點 讓它精確一點 其實對焦快不快 就取缺於對焦的組件 鏡片是大還是小 如果有些廠 可能比較聰明一點 它可能對焦組件很小 你會覺得支鏡對焦很快 但如果有些舊設計 是單反的設計 它會改不了很多 尤其是電壓的問題 和摩打的管理 會令到支鏡對焦速度 真的未必會很快 這一個在物理上 是很難突破的 暫時現場來說 但沒有理由 除了電取壞機 其實本身的機器已經很耗電 再加上支鏡 用傳統的超聲波摩打 很多時候會更加浪費電 所以對於這輛鏡的很多創車來說 現在都在面對這個問題 剛剛提及技術問題 有分析另外兩間品牌 我想大家集中這三個品牌 騰龍 它簡直是自己出一支變焦鏡 這支全新設計 在技術上 因為它以往都有一支18-200 但這支和舊的18-200 技術上會有什麼差別 現在暫時 我看資料 會支援新機的對焦系統 例如iFocus 例如AFC整個畫面 不同的點追焦 新的鏡頭和18-200 會有些改進 這方面 騰龍出的E-MAR 這三年時間 慢慢跟Sony那邊做一些溝通 在E-MAR的溝通界面上做一些交流 應該在兼容性方面 應該都會 我想他們會注重 至於支鏡頭是重新設計的 都是一件好事 初步試看網上的人去趕回 暫時的feedback都不錯 是為了批評他 為何不做24 為何不加防震 做24就不是這麼小 但大家用A7系列或A9 都是想一部機小 或者沒有這麼重 可能大家都要等一 其實未必是一支鏡頭 包含所有東西 可能之後 會不會Y那邊有呢 會不會Tally那邊有呢 如果有這麼多支配搭 可能會好很多 如果整個大三軟 但輕便過原廠很多 我想很多朋友都因為這樣 不用原廠鏡 這件事 騰龍說完 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 這支鏡頭 28-75 用了一個馬達RXD 其實是甚麼 其實都是一些 降機馬達 大部份E-Mine都看到的鏡頭 其實是否無反主要是用降機馬達 對於反差做對焦系統 停的位置會好很多 亦都拍攝電影時會對得比較順滑 對焦系統 好像可以輕鬆地調校速度 對 沒錯 所以令到拍片 剛才說的拍片好一點 令到沒有那麼多聲音 始終超聲波波打 現在有時動的時候 裡面的鏡頭組件都會比較多 拍片的過程裡面會有問題 但現在大部份E-Mine的鏡頭 以我所知都是不同系列的 降機馬達 即是視乎 馬達的扭力大小 決定那個速度 OK 好了 騰龍說完了 講完 另外一間 其實我很喜歡的 就是TOKENA 我上年試了20 真的很喜歡 那支真的不錯 非常美 我和你一起試 但是 它搞了成年 才搞了一個自動對焦 那支對焦 那支對焦 真的這麼難嗎 其實是難的 首先講那支鏡 那支鏡的光額設計 真是為了Sony的A7去做 所以你看它 你問我原生的設計 是不是原生的設計 也是的 你看它四個角 那些表現 整支鏡的成像 以普通20mm 以普通20mm來說 是高人一斑 這個都無可否認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你看它今年 由以往手動 慢慢轉到自動 以我所知 其實行內內 Sony對於自動對焦鏡的態度 比較開放 基本上你和它達成一個協議 最好有些產品不要和它重疊太多 它都會將Eman的技術 開放出來 暫時來說 其實當然會有些問題 例如我亦都見過有些廠 是做AF鏡 可能在它原生那裏 即是用一個逆向工程的思維去做 但其實在Sony那邊 這方面的問題是少很多 頂多顯身都是逆向工程去做的鏡頭 很多時候 例如沒有鏡頭的修正功能 不能透過USB介面 即是機身USB介面去更新 或者閃光燈系統 因為它要配合距離 有時會出問題 但通常 如果你有些耐性 等幾個月 通常透過新的Firmware upgrade 都會解決這個問題 但以我所知 現在TOKINA 可能新的騰龍 甚至新的SIGMA 他們本身都可能和Sony溝通過 至少第一件事 兼容所有機身的對焦系統 每間都說明有LANs的修正 亦都有機身LANs的修正功能 所以兼容性 大家又不需要擔心 市面也有其他之前出過 你這樣說 即是那些未必有和Sony溝通 即是純粹自己做影響工程 即是那些可能 即是如果打後 要買 可能要想一想 即是會不會 另外買一個USB Dot去更新 即是可能你現行 例如你夾開舊機 可能HR第二代 他可能做過一系列的Test 問題可能真的不太大 唯一是擔心 通常熱焦工程的鏡頭 會做出來 例如有沒有一些新的機 可能當他有新的機伸出 可能會有些兼容問題 但通常廠裏面都會盡量 希望解決這些問題 當然大家都 即是他自己都不想 那麼多人上去 跟他 試一試的廠 說你的鏡頭是不行的 即是不會想的 大家都 即是用家不想 其實廠方也不想 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其實如果你本身拍攝習慣 是有時拍攝影片的 其實你更加需要去選擇 一些原生設計的鏡頭 因為大家可能有時不知道 看過Sony的EVF 你很多時候收不同級數的光圈 都會給你一個相同的光度 我們以前玩DSLR 不會因為收小光圈的畫面 真的會嚇死 其實光圈本身 任何時間都是用電子光圈的方式去運作 如果你本身不是原生支援的話 很多時候 例如那支鏡頭是Canon Mount的 你會聽到光圈收的聲音 或者是光圈不斷開合的聲音 這個可能對於你真的使用時 會有些問題 還有未必 不只是聲音的問題 有些可能轉完之後 光圈是不準的 即是顯示數字和實際收的不同 即是視乎你的轉折環 是否很原色很正 即是百分之百支援那支鏡 那這些又是另一個題目 又要教餐夢 但我估計其實 如果每一間廠 可能大膽做少許假設 會否猜得對 即是現在正在使用的MC11 可能是Sigma 那些轉折環 即是現行 都未可以完全是100%過渡到E-Mine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 它自己也有寫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 所以我估計他們 要麼會透過Firmware 去更新的MC11 令到它將一些Sony新機器的功能 慢慢加上去 甚至有機會出一個新的版本 假設MC12 會令到現在在原生E-Mine 技術再重新進去 令到它的設計配上Canon的鏡頭會好一些 我想很多廠都會走這些方浪 令到它現在對於Sony那邊的支援 會全面一點 OK 現在又有不錯的機器 又有多鏡子選擇 其實都很無反天下 接下來這七三 應該3月20多 我會在香港開賣 就來香港也有幾次招待會 我估計這部機器 都應該會令到Sony的市場 所以CashShare會膨脹一段時間 一定是比例 因為它相對是便宜的 相比 你發覺有個修成 我覺得A9 將價格提高了很多 突然將A9有很多功能 或者很相似的設計下放了 這部機器 應該會吸引到很多新的用家 進入Sony的陣營 除了無反鏡之外 其實接下來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覺 如果有跟著 跟著好貼一些 ROMA site 就是傳媒網站 有很多人 發覺Sony也可能有 超過五千萬像素的感應器 只不過是 已經做好出來 只不過是因為 種種原因 是未放在駕鐵機上 所以有很多鏡頭 其實今年 我自己覺得 不同廠去看解像度的指標 也會再進入四千萬 跳一跳跳到五千萬 無論是韓國的森樣 Sigma 都攝錄自己的鏡頭 是支援五千萬像素的 這個對於 未來這一代的鏡頭 我自己覺得是有翻一代 因為設計的工位 是複雜了很多 而且開始有鏡頭 有某些鏡頭的水平 可能以前要賣到二、三十元的 Toyce鏡頭 就是解像力和反差 就是NTF的圖表 還有另一件事 就算在傳統單反市場 可能Canon那邊 也會有一些特別的功能 之前不是有G7300 有一個LED的顯示 這次又有一盞新的燈 就是透過機身的Motion sensor 它會知道它在哪一邊 接下來鏡頭的距離數據 會不會距離更多呢 或者在防震系統 會不會加上Motion sensor的功能呢 都是今年的其中一個方向 令到防震 即使只有鏡身 都可能我猜 會不會做到五軸的防震呢 其實它們都應該向著這個方向走 至於你問我 我也知道有些廠 就開始會在鏡頭的coating 做多些功夫 以往我們很多時候會看鏡頭的coating 這幾年其實沒有什麼進步過 很多都是頂修 最近就加了4Wi 對 4Wi 藍米的coating 我猜是4Wi那邊會強化一些 應該會有些加強版的4Wi 這麼有型 即是到時真的不用加入Protector 應該也是 還有另一方面 我想對於一些數碼的sensor 顏色的橫圓 應該會有些新的coating 令到效果是明顯比前兩年出的鏡 好的 其實鏡片的技術 即單件的鏡片已經在了 但問題就是 廠什麼時候 將它包裝成為一支新鏡頭 唯一一隻新的技術去出呢 可能都是要今年年中 這個消息令到我很害怕 我買不買鏡頭好呢 現在突然間有這麼多新鏡 其實很頭痛 你說會買一個9G E-Mine鏡 什麼是昨晚 錄音之前 錄影之前 昨晚的老闆又說 會有一些原生的E-Mine鏡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發覺這段時間有用 即管就買 否則可以等多一段時間 提醒市場的發展 因為今年應該都是 很多廠都會很忙 將前兩年的研究 推薦出來 好的 好的 我們會更多話說 好的 好的 今天真是多謝 阿蘭再和我們分享一下 希望盡快 我們想到對的題目 立即再續你回來 好的 好的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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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oni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